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DW的收藏家 我都没细看一眼 DW的收藏家没错 然后这个是几层 特别厚它这个鼓腔 上下都带止音圈的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非常非常厚 好 我们先听听还是它原本的这个声音 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鼓两个问题 一个是声音听起来特别死 特别硬 然后弦的声音太多了 感觉上可能要弄弄弦 弄弄底皮 刚刚我翻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 它的底皮已经蛋糕了 什么是蛋糕 一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但首先像这种声音就是比较杂乱无章的一种声音 大部分情况是不平均 我们随便听 底皮1%不平均了 我们听个上批的 所以这是怎么说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吊 它每个点的位置都是不平均的 那么首先你肯定要给它先弄平均 它这个底皮得换 它这个底皮几乎已经到极限了 什么是蛋糕呢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看 这个角度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这个底皮距离这个边的这个距离已经基本上平了 就是这个压圈已经把这个底皮压成了一个非常拱的蛋糕了 我们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我第一步会先帮它换一个底皮 DW的这个鼓全部都是扎带的 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个用扎带的 我会把它换成绳子的 那么这个鼓斩定的计划就是先换底皮 换绳子 响弦非常行 这个鼓看起来状态也挺新的 那就没有必要换 它是原装DW的响弦挺好的 那么把这个线和底皮换 然后我们进行一定的调音 这个鼓应该就能恢复到个五六千的声音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好 来试一下吧 先拆 先把响弦拆掉 换底皮之前一定是先拆响弦 响弦先拆哪边倒无所谓 你知道没事 你看它这个螺丝特别松 也就是说它犯了我们第一个条鼓的问题 你买回来鼓第一件事要先把这两个螺丝紧起来 不然你这个旋肯定就越打越松了 它这个都没有紧过 从买来到现在都没有紧过这个 它这个就被骨的这都不太好了 换成线就会有活力的多 看DW好吃在这 它螺丝比普通的军舞螺丝长一大截 而且是全筋加工的 这个螺纹特别细密 特别细密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调节的这个深度 深浅的这个怎么说 细腻程度就高的多的多 我特别喜欢DW 就这螺丝真的做的太过瘾 吃进去也能比别的吃的更紧了 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蛋糕 就普通的骨皮 我找一张新的跟大家对比一下 稍等我拿一张新的 那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全新的一张易文斯的300型的底皮 拿下来给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我说的意思 看得出来了吧 这就非常明确了 是吧 就是这个正常的骨皮的高度大概就这么高 但他老人家的这个已经被拉成这么高了 就是这个已经完全变形了 而且他这个骨皮非常典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上面这个边边上已经全部都凹进去了 就是被他试音的时候打得太重 这就是我说的 底皮是非常脆弱的 你不可以打那么重 你看我调骨的时候 底皮使的劲都非常轻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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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使一点劲 不能叹叮叮叮 那就变形了 底皮一旦变形 共振可能就不好了 共振一不好 不平均嘛 那么那个弦的声音自在就会 呈现刚刚那种就是 特别不平均的状态 好 我们把这底皮放上去 还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瞧不瞧了 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这个角度上 装头一定记住啊 这个槽子可别对错了 这槽子在对这扳机 不然到时候你装错了 你还得再重新装一次 这槽子对这扳机 然后都拿手拧紧了以后 就拍一拍 要看看哪边 说这个是这边多了 这边要多出来一点了 拍回去一点 把这个骨皮让它 鞠在这个正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拿这个钥匙 给它拧到一个 稍微紧起来的程度 老有人问要不要对角啊 我已经多次说过了 我是不对角调的 就我基本上是顺着调 有的时候对角 大部分时候顺着 原理我也都说过了 因为我不会一次拧很多 你像现在这种我拧比较多的 我都会对角的 如果每次只拧一小点了 我就不用对角 顺着拧就行了 这个没有完全的有一定对 或一定错 都不存在 它这个螺丝因为是特殊机加工的 所以踏马这个钥匙就有点 不是很吃得住 我有个DW钥匙 我俩都拿了 就这个 就这个吧 这边还是松的 调整一下 再说一遍 万一我没看过了 这线用的是凯夫拉的风筝线 我要检查一下 是因为我要并双骨的 我要并成双根的 好 还是一样 先把这个给它扭松 好 它这边是有三个档位的 一般我是放在中间这个档 因为你到时候可以给自己留些余地 然后这个扭松了以后 记得把它关起来 不要打开 不要打开是什么 关起来 好 然后把这个响弦调到差不多中间的位置 底皮基本上就处理完了 那么到下为止了 这个均骨基本上可以说60%以上的调音工作都完成了 咱们翻过来 这两个是低的 这三个相对来说高一点 也不算特别平 我们先把这两个先给它修起来 一修就一对 这两个是高的 这三个相对来说差这么一点点 这就要小小点小点动了 就不能大口大口弄 基本上基本上平 我们把这个紧起来一点点 可以 好 我们稍微来听一下这个很松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非常松的声音 然后什么都是松的 底皮也偏松 然后响弦也松 然后这个面皮也是松的 我们稍微来一点 紧起来一点 我这个紧的就算面皮算紧的非常多了 这么一点 您自己紧的时候得比这个紧的再少一点 就不能像我这样大刀阔斧的紧这么多 好 这个声音的就是一个相对的 对来说偏松 偏松 中偏松的声音 那么我们如果要调到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这个声音其实我挺喜欢 挺复古 如果我们想调到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声音 就底皮也的再来点 面皮也的再来点 弦可以保持不变 我如果是我来 我可能调到这样一个声音就 就我觉得非常好了 而且它这个档位就可以明显的用得上 比如说我把它这个三个搬档搬到松中紧大家可以听 现在是松 那么这个档位就非常明显 我现在还是换回中最愉快 如果你需要一个更紧的声音来 可以再来一点点 没问题 把这个声音再调上去一点 基本上这个军鬼调到这了 可以非常紧 还是一样 我给大家扭一个非常紧的声音 给大家听听 然后再给它调回来 就是了没事了 这种鼓紧了都不可能难听 都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我现在再帮它调回松一点的声音 好我们来听听最后结果 还是一样 比我满意的那个紧了一点 因为要给它寄回去 所以路上难免还会再松一点点 这个弦多了一点点 这个弦多了一点点 搞定 搞定 这就是本期的拯救一个军鼓 还是那句话 你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就是底皮跟响弦这两个部件 只要你搞定这两个部件 基本上你的鼓就都不会难听 怎么调 所以还是劝大家 如果你想要把自己军鼓弄得更好听 你重新装一下底皮 重新安装一下响弦 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弄 你想让我帮你解决 那么欢迎你把你的鼓寄来给我们 完全不要钱 不收费的 免费的 好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